拉 弯 或者是你呢 这个在提升的时候呢 手腕呢 转动 在发尾的地方 好 利用呢 辅助书 这样旋转 好 那么旋转的时候呢 尽量呢 不要接近发根 因为呢 会烫伤发根 会烫伤头皮的地方 好 那么呢 大概5秒至10秒之后呢 你呢 将它放开 它是呢 比较卷的一个效果 有如呢 上发卷的一个 这个效果 好 那接着呢 再由右侧到左侧取发片 好 第二层呢 分成两段 拉 拉 弯 拉 弯 好 因为呢 下面的长度比较长 上面长度 下面长度比较短 上面的长度比较长 所以呢 你可以偏往下方 弯 弯 再到根部 接近发中的地方 再弯 好 弯 好 那你呢 利用呢 这个两只手的一起旋转 大概5秒至10秒 好 你如果怕会烫到 这个模特儿的头皮的话呢 你必须这样子来垫着 好 放开 来达到呢 卷曲的一个效果 那一般呢 在传统的部分呢 都会呢 上这个轻卷 或者是上冷烫卷 好 那时间呢 好 花费太长了 所以呢 现在因为呢 这个工具呢 好 比较齐全 好 那很多的造型师都会选择 这些工具呢 来作为自己的一个特色 基本上呢 我建议每一个呢 这个设计师必须呢 自己具备了电热棒 并不要了 去等到了 请店家一定要帮你准备 我想这是造型师 本身呢 必须具备的 我所谓造型师呢 也就是所谓的设计师 这些东西都要自己自备的 那一般呢 传统的呢 都等待了这个店家来替你准备 我想呢 这样子是太慢的了 好 等待了 这个电热棒的一个卷曲度效果呢 已经达到了 接着我们选择了 这个指推书或者是呢 减法书来做前驱的一个指推效果 那么当你要做指推的时候呢 头发必须保持湿度 等待了梳理出来之后呢 你呢 再利用呢 这个ET呢 来烘干就可以了 好 这时候呢 这个它这个前驱跟后驱呢 基本上它会有一定的一个分隔 这是因为呢 比较属于创意型的 好 你必须呢 将它呢 输往直线 再来输斜45度 利用宽纸输 输出45度 然后呢 利用梳子按住 换中指 先梳直线再输45度的方向 跟手指头所呈现的角度 再来将所有的发尾呢 塞往耳朵后方 这时候呢 前驱的一个效果呢 已经出来了 你必须利用呢 尖尾梳来做修饰 利用了定型翼 定型翼来固定 好 如果这个打根呢 会这个竖立的话呢 你必须呢 再重新呢 利用了比较密的 像尖尾梳这个 这种梳子呢 也可以做的 再重新 好 将它塞往耳朵后方 好 因为呢 模特本身的头发是没有烫的 所以呢 你必须呢 这样来做调整 好 那么呢 另外呢 在左侧的部分 好 切记哦 你们要在做指推的时候 然后你的发根的部分呢 要稍微的 有基本的湿度 好 缩直之后呢 再往斜45度缩 然后再将发尾的地方呢 塞往耳朵后方 好 这时候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不要让它 有太大的缚呈呈出 这里在左侧面 因为它比列比较小 所以呢 你只需要做一点点的弧度就可以了 好 那么呢 在这个黄金点的一个周边呢 选择青年度的一个造型产品 好 这样刚刚呢 利用电热棒呢 所做的一个卷度呢 给抓凌乱 好 比较具有现代感